昨天还有同学问我一个问题 他问我是这个问题 就是关于那个目录制 目录制 好我们就来做这个好了 就是他跟我讲说 万一那个目录很长很长很长 长到第二行的时候怎么办 好那我就干扰说 那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份文件的左右边界调整 比如说我就实际做给你们看 就是说假如说今天在这个地方 所以不用专业美工 也专业美工也OK 好我只是为了要凑到 让他变到两行字了 可是你应该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 我们的目录我们这边更新一下 反正就是老师要接受挑战嘛 好所以更新整个目录 所以他是不是说他希望把这个字呢 挪到这个地方 那我就跟他讲说能不能稍微删掉一点 因为标题标题怎么可能设这么长 标题不是应该把重要的关键字打好吗 他只跟我讲了一句话 我就没有再说了 他说这是老师的文字 我无权去变动任何一个字 对吧 请问你的主管给你的字 你是不是要照单全收 好 结果他就说 那你不是电脑老师吗 让我哑口无言的 好像电脑老师什么问题都必须要解决 好那我就跟他讲说 这样子好不好 我们把这个左边界跟右边界调整 因为他说他就是要编在一行里面 那这边也就只有多几个字嘛 好吧 那我就改变我的左右边界 所以我就说 板面配置边界 然后他左3.18 右3.18 我就说 那我们改成左2公分右2公分好不好 所以制定边界 左2公分 右2公分 然后点选确定 我说这样是不是就在同一页里面了 对不对 请问这样他满意了吗 他不满意 什么地方不满意 夜马 对不对 这我想大家都知道 现在是不是变成要处理夜马了 好 我们现在要教你夜马的设定 请问目录一要不要改 当然要 一定要 我跟你讲 所有的夜马 右边都切的齐齐的 所以这边我要特别教他 这边有一个靠右对齐的定位点 是不是应该挪到这个位置 他说 对 那我就跟他讲 那我们就挪一下吧 然后直接把这个 挪到 右边 再右边一点 放开 那是不是 那是不是所有标题都挪好了 再来 是不是还有 我还是要特别强调讲一下 我还是希望说你们 做完这件事的时候 请把 游标落在这里面 更新目录一 以符合选定 选取的范围 接下来就是这个段落 这个段落 然后 请把这个 靠右对齐的段落符号 移到右边去 放开 他要的是这种效果 我是挪到这个 8在右边一点点 这样才能够切齐 最后再做 把目录2更新一下 这样子 他终于可以交界了 而且我一边做 一边跟他讲的时候 他说我好紧张 好紧张 我说你不要再跟我讲 紧张了 我也不跟你讲 怎么做了 我就赶快把它做好 可以吗 尤其真的当你 三分钟内要做完这件事的时候 你知道那个紧张的程度是什么吗 好 那你想 这样老板是不是就可以接受了 好我想 我就暂时介绍到这个地方 如果你有兴趣 就请你开始动手去玩一下 所有目录的问题 我想应该该解决的 该发生的问题 全部都介绍完毕了 所以请你们动手来去玩一下